正常發揮 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 拜登講的是真的 美國的經濟指標真的是不錯 可是通膨也非常嚴重 他失業率真的下降 然後股市也沒有大跌 就說民眾會覺得 你講的數字我無感 大概是這種感覺 不是啊 因為他失業率之所以下降 就是因為增加了很多低所得的工作 那你低所得也沒用啊 你現在通膨那麼高 而生活很困難啊 對不對 你來看這張圖啊 這個是美國的人口的改變 你可不可以照近一點 你看下面那個18.75就是Hispanic 拉丁裔 拉丁裔現在是18.75 然後非洲裔是12.1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非洲裔很多社區都瓦解 家庭破碎 所以很多人都在監獄裡面 可是拉丁裔呢 他們很團結 對 他們注重家庭嘛 哎呦 因為天主教很會生啊 所以他人口迅速增加 上面那個白 最上面那個 白人的總數 反而往下對不對 對 白人總數已經跌破六成 57.8 這個是2020喔 事實上美國已經有人估計到2045啊 白人會變成少數 哇 真的 反而變拉丁裔超過了 不是 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全部加起來 加起來會超過白人 對對對 那這裡面拉丁裔當然就是最 最旺的啦 對 因為他們就是不斷的會有移民進來嘛 就是我們就是今天你不是要談中南美洲 對不對 那當然裡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 那因為他們就是重視家庭嘛 會生啊 所以就又會生 而且我加上非法的搞不止那個數字啊 因為天主教 肯定的嘛 天主教很多就是盡量不要避孕嘛 對 不 沒錯 不要墮胎啦 對 不要墮胎 所以都盡量生出來 然後家庭又會都住在一起了 對啊 互相照顧 看那個那種拉丁美洲的黑幫 我感情都很好啊 媽媽媽媽有沒有 大家都抱在一起這樣 拉丁人Juice 就是那個樣子啦 對 就是那樣 沒錯沒錯 加州的Hispanic你知道現在佔比多少嗎 40% 40% 天啊 加州超過白人 白人37 呵呵呵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那德州 Florida 那我跟你講喔 Hispanic以前是民主黨的票倉 啊 那拜登現在在Hispanic的支持度只有35 你看他怕不怕 哇 哇 這記起來記起來 這個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這個中南美洲會處理成這樣 真的是 我們 簡單講叫政治白痴 哈哈 你年底就要選舉了 對 你怎麼會這樣 而且 你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處理嘛 比如說 移民的問題 嗯嗯嗯 川普不是 還敢把人家關起來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 還有那個強制把小朋友跟家長分開 對不對 那時候爭議很大 爭議非常大 而且這個是民主黨的主要政見 對 就是要抗議這個嘛 那這個問題拜登解決了嗎 那拜登還因為 因為國內實在是 對這些非法移民有負面意見的人實在太多了 他還強制遣返 我跟你講一個具體的case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美國大概遣返了十幾萬人 那結果幾乎都是黑社會份子 結果洪都拉斯 那個社會沒有辦法承擔 迅速從美國回來的黑幫你知道嗎 結果洪都拉斯整個都被黑幫控制 你懂我意思 結果他們跑去美國 很快就變成被黑化 對 因為美國到處都是這樣嘛 對 那這些人因為沒有錢嘛 所以很快就變成黑社會 然後再錢送回來 變成國家變成黑國了 就是這樣 就造成國家很大的 社會跟治安問題啦 然後美國抓到他們就遣返嘛 那洪都拉斯不要嘛 他是在美國變成黑道嘛 他事實上 非法移民去美國是因為沒錢嘛 對 洪都拉斯經濟非常糟啦 所以他們當時去就是因為真的活不下去 可是華人到了別的地方都嘛 便手之足 努力工作 為了下一代的子女對不對 華人當初移民不是也是這樣嗎 對 可是大部分你看華人都有開花結果 有 對不對 在全世界 在非洲也一樣 歐洲美國也是如此對不對 那洪都拉斯是被美國黑化 你知道黑化結果 他去美國當小弟啦 我跟你講 對可是一定會有人慢慢崛起 當然 所以就也產生了自己的我們說幫派啦 那也是 就是他去美國就很快被販毒了 黑幫吸收嘛 就只能走這條路賺錢啦 他也沒有其他 因為Hispanic brand就夠多 對 所以你就很快就被吸收嘛 那你也沒有地方去嘛 不過我也不能這樣講啦 應該是說 這條路賺錢最快啦 對啦 應該這樣講啦 那很快的 因為坦白講那個拉丁人也很團結啦 所以他們也會互相拉拔 就重視家庭嘛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企業等等 所以就很快形成一股勢力了 那這個就是拜登沒有處理好的問題 對啊 這麼重要的一塊 對真的耶 你去想一想他這樣 這樣再處理中南美洲 那已經在美國的這個中南美洲 過來的人會怎麼看 是啊 而且還那麼多 而且非常多啊 而且有很多已經從政了 也從政了 所以他們現在也不敢叫拜登去站台啊 因為最近有一個民調 拜登已經低到36了 對沒錯 沒有一個 因為這個都是單一選區嘛 美國都是單一選區 沒有比例代表的 總統如果沒有 沒有接近50啊 沒有人敢叫你站台 對沒錯 因為早點來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拜登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很麻煩的情況嘛 就是他 我真的不知道 他怎麼會連自己的後院都處理成這樣 怎麼會處理成這樣對不對 對因為你如果說是東協對不對 那距離很遠嘛 對不對 而且中國已經跟他 地盤已經升到這個程度了 人家都建立RCEP 東盟加 花費了太多心力在搞中國 故此失筆啊 真的是 這個失筆的實在太離奇了 太離奇了 真的太奇怪了 而且給烏克蘭400億是什麼意思啊 烏克蘭事實上美國根本就救不了 全世界沒人能救啦 那就是 然後你把自己陷進去 然後編了400億 對 那你是凸顯什麼價值啊 難道未來烏克蘭的命運會跟你結合在一起嗎 美國也不要 我看政大結合在一起的是中國 這些國家吧 印度 俄羅斯 所以 我覺得他真的是那個輕重緩擊 真的搞不清楚啦 沒有沒有 一開始就決定錯誤 重點放哪邊一開始就錯了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我最近也在收集一些 中國為什麼在拉美關係會好那麼快 最近十年 它已經不只是貿易了 它是基礎建設就是一路協建 那個範圍已經大到 包括 這個電廠 輸配電 然後包括水壩 通信設備 然後還有蓋高速公路 已經不是造橋鋪路而已啦 不是 不是什麼蓋學校什麼 宣總統府已經不是這個了 更大的還有五年計畫對接 因為中國有五年計畫 那拉美國家已經有些國家就跟它對接了 對 所以你看你列出哪些項目 那我也把那個項目弄進來 已經到這種程度了耶 那你美國好像這樣 闊老爺這樣 都不知道你的後院出什麼事啊 就是你那個 後面有一大堆那個本來你的妻妾們 都已經紅杏出牆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戴幾頂綠帽子了 你都還不知道 那個這個比喻非常好 非常好 如果你不照顧我嘛 對 那我就去外面找機會嘛 對嘛 就是人家來照顧我 那我就給他照顧啦 不管怎麼辦呢對不對 你說原來就冒河神禮了 現在就琵琶別報了 這個琵琶好鮮明 本來是同床異夢 冒河神禮 現在不同床了 以前沒有選擇嘛 現在突然之間有 就是人家要的就是民生嘛 要過好日子 你講這個觀念很好 就是大陸其實沒做什麼事 就是提供人家的民生 我們同一同一組就非常了解 大陸就是普通做生意嘛 而且華人就是這樣嘛 是啊 華人也不會跟你搞意識形態啦 我們也沒有那個功夫 你看那個全世界華人都是這樣啊 所以他只是說 我實在有一個政府嘛 那可以提供融資 讓他有國營事業嘛 所以很快可以 可以弄一些架構出來嘛 而且他民間的力量很大 民間到當地去太多了 他政府可以調動 可以動員嘛 所以他就很快就有一些 很明顯的項目出現嘛 不然你怎麼可能去想像 巴西阿根廷這麼大的國家 他迅速都變成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沒錯 對不對 你去想想這樣的局面 然後中美洲離美國更近 對 對不對 那巴拿馬你也抓不住 多米尼加你也抓不住 這發生什麼事 太奇怪了吧 是真的 是真的覺得你是我自己人 我就不用理你 反正你也不敢怎麼樣 我跟你講連哥倫比亞 美國是那個 企圖小 企圖局直接介入的 是啊 幫助他抓毒販 沒錯 美國不知道在那邊花了多少錢 你剛才很多 哥倫比亞現在也要倒了啦 也要過去了啦 左派也快要選了 那他抗議什麼 我舉這個例子 你就知道美國做事情多粗 多粗魯 他為了要抵制那個中毒的 販毒的啦 結果就 用飛機去噴灑那個 類似以前在越戰的時候 鋪那個枯葉劑 對 那他就不管 把你弄死 一路噴啊 讓你那個毒 那個大麻辣什麼毒品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可是他就亂噴嘛 人家連農田都做不起來 結果這個Pedro 就是這個左派的總統候選人 他就訴求這個 對 他說你美國在反毒 我沒有反對啊 可是你弄到我們農民 都不能生存 對 這個就是粗魯嘛 對 亂弄 你在國內會這樣搞 我才不相信 會這樣亂噴 這麼不精準 怎麼可能嘛 怎麼可能那個 控制的很精準 對 現在的技術怎麼會 你噴農藥 碰到對面的農田去 怎麼可能嘛 就是粗魯嘛 對 長期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沒心 我覺得就沒心 沒有那個心啦 對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停下一個